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賴 我們企劃一個全新的單元 吉他老實說 這個單元主要是要邀請你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分享你自己的吉他優點跟缺點 最真實的實用彈奏心得 那讓我們螢幕前面的朋友 在選購吉他的時候 多一份的依據來做參考 參加的辦法非常的簡單 只要你擁有你的吉他超過一年以上 你就可以私訊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粉絲專頁在哪裡呢 影片下方會有連結 我們就會跟你聯絡 安排和錄影的時間 那來參加節目的朋友呢 我們也會準備一份小小的謝禮 帶著你的吉他來到我們的現場 幫你換上一組全新的弦 那幫你的吉他來做保養跟整理 在這邊呢 也感謝今天的乾爹 海國樂器贊助這一集節目的播出 OK 那今天是我們吉他老師說的第一集 所以呢 我就邀請我自己的朋友 來分享他自己的吉他 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 右下角先幫我們點個讚 訂閱一下喔 影片開始 好 那我們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包子 包子 哎呀 包子玩吉他多久了 認真玩吉他大概 大學開始 大一大二 到現在大概十二年左右啦 十二年的 吉他生涯就對了 對對對 那你自己擁有過幾把吉他 到目前為止的話是九把 九把 九把都還在嗎 還是有賣掉了 都還在 全部都還在 一支都沒有賣 一支都沒有離開過 我比較念舊啦 可是有一些不能用了 有一些不能用是壞掉了嗎 還是斷裂了 正常使用的情況下就是 有一些餅便型 喔 餅便型的 對 就是彈奏上面來講 比較可能沒有那麼順手 所以就一樣先留著這樣子 就紀念就對了 對對對 沒有想過要賣掉 不要啦 自己的貌啦 自己的貌啦 自己的貌對啦 要聽聲對 OK 那你擁有的這九把吉他 你比較常用的有哪幾把 如果說帶出去表演的話 就Forge Forge 傑克的那個品牌 Forge 然後再來就是兩把小吉他 都是Martin的 一滴缺人代言的那兩把 是不是有一個XX XX記號 好像做加減乘處 我那時候入手的第一代是XX的 然後後面又入手一個是除號 所以你有兩把一滴缺人的琴就對了 對 沒有錯 很愛他就對了 OK 那你今天帶來的這一把琴是 它叫做恩亞 然後型號是T10SD T10SD 對 OK 那時候是在逛店家的時候 大概2020年左右 對 然後去 常去的一些店家老闆說 有進新的吉他我就去試了一下 發現 不試還好 一試不得了 就直接 老闆那個不好意思 我直接複線啦 所以這個吉他不要亂試啊 對對對 千萬不能亂試 我看這一把琴的配置應該是銀杉面板 然後搭配玫瑰木的測備板 對 它是全單的吉他嘛 對 全單 OK 那你彈這一把吉他 這樣算起來大概多久 這把大概快兩年 兩年 所以你擁有它已經兩年的時間了 OK 那你覺得它有什麼優點 還有什麼缺點 優點的部分有哪一些 優點的部分是以低筒琴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的高頻表現非常的有特色 因為一般來講低筒琴它的可能高頻 會比較遜色一點點 可是它的高頻卻蠻凸顯出來的 是算顆粒比較清楚 清楚 對 然後再加上一般顆粒清楚的高頻 可能人家會覺得好像高頻比較銳利 比較尖刺 對對對 那它的我覺得其實它的那個高頻的邊感覺 好像有被修飾過 比較圓潤 對 然後聽起來就覺得好甜喔 甜的聲音 甜的聲音 對 這是我覺得它優點的部分 那低頻呢 它低頻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它低頻表現我覺得也非常好 而且它整體的sustain 所以這是它的優點啦 對 所以高頻蠻原潤甜美 甜美 然後低頻又很厚實這樣 對沒有錯 那它有什麼缺點 缺點嗎 我覺得它的中頻遜色一點點 中頻少了一些 對 有高頻有低頻的 中頻少一點 對沒有錯 啊不能面面俱到沒有辦法 對對對我們就只能摺摺一這樣子 所以你對這一把琴來講 目前來講是滿意就對了 其實很滿意 很滿意 OK好 那非常感謝這個包子今天來分享你的恩雅吉他 那我們所有來賓之後來上節目的來賓我們都會贈送一套選給你 那我可以多來幾次 有機會的話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先去換個選 好沒有問題 OK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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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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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換上了這一組旋是Annie Ball的Everlast Annie Ball不是紅音綠音嗎 喔對Annie Ball他的紅音綠音是非常知名的電吉他旋 對對對對 那你平常的話 你這一把吉他都裝什麼旋比較多 都Elisa的靈琴筒比較多 Elisa的靈琴筒 所以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一組旋 欸這組還沒有使用 那你覺得你這兩組旋 彈起來的感覺有什麼差異性 欸差異性我覺得Annie Ball這一組旋 他的手感讓我覺得比較剛好 滑順滑順的那個感覺 因為Elisa他太滑了 喔太滑了 對因為包膜的關係 那這一組來講我覺得他恰到好處 那聲音的動態表現來講 我覺得他的顆粒感跟清晰感比較 自然一點 喔比較自然 因為Elisa大部分的人都覺得他渲染比較多 對想一跳起來薄薄阿捏 但是如果說有機會 你會再使用這一組旋嗎 還是說還是會用回Elisa 欸我覺得其實這組旋的機率比較大 喔 所以你對這一組旋是滿滿意就對了 我覺得用起來 聽起來的感覺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啦 喔 所以呢Elisa還會再用嗎 欸也是會啦 也是會 欸考慮一下壽命跟荷包的部分還是要使用一下 因為Elisa壽命很長 對對對 OK 好那最後再詢問一個問題就好 好就是你當初購入這一把安雅的吉他 那時候購入的價位大概是在 大概在3萬出頭 3萬出頭 對 那如果說再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 你會再買這一把吉他嗎 欸我覺得我會再買 因為這把琴其實我覺得他聲音很刻薄 找不到第二把 喔 所以你對這一把吉他是很滿意 對很滿意 對沒有錯 OK好 那非常謝謝包子今天來上我們的吉他老實說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呢也別忘了在右下角幫我們點個讚訂閱一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Bye 訂閱一下 訂閱及按鐘 按鈕 按鈕 按鈕